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齐鸿海 是一个东北人吉林长存人 1975年出生 今年44岁了 我是一个照明设计师 照明设计这个专业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 甚至是完全不知道 照明设计就是光的设计 包括自然光和人工光 人工光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灯光 今天跟大家聊聊灯光 主要是讲一下城市灯光这个方面的话题 刚才这个视频大家也看了 今年的春节的时候 故宫搞了一个灯光秀 社会反响强烈 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其实我觉得这都没关系 这个灯光秀我觉得该做 然后大家反响这么热烈 这是一个对这件事情有帮助的事 看到《故宫的灯光秀》当时确实跟想象的不太一样 网上也有的同学把配上动词大字的音乐 确实比较协调 有人就拿它跟日本的京都二条城的光表演来做对比 大家可以在一个叫日料的公众号上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这个确实不太一样 这两个表演 从这两个照片我们也能看出来 它对建筑本身的呈现 它对日本的文化的 包括一些真人的介入的表演 都给我一种我觉得确实很美的感觉 这跟故宫给我们的那个表演的感受不太一样 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以传统的建筑 历史建筑为背景的这样一个光表演 它们的差别这么大 日本做得就比较好 如果我们都觉得日本也好 欧洲也好 很多这样的光表演做得非常好的话 那我们能不能先放下自我 我们先学习它 做到和它们差不多好 可不可以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说到城市灯光 这几年有几个城市的大规模的建设 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 大家都注意到有城市灯光这么个事 比如说我举的这几个例子 左上角第一个 比如说杭州的西湖 这是在2016年杭州做了一次照明建设 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把整个山 很多山都照亮了 这样把山照亮要用到数以万计的灯 这个照明方式它其实有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 我在2009年的时候 曾经做过杭州的总体照明规划 后面我也会讲到 跟当地政府的官员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 就是他们告诉我的 说曾经在2000年前后 他们把宝石山 不是这座山 他们把宝石山整个都照亮了 灯光打亮了以后鸟就全飞走了 大概在一个星期左右 这个虫子就多到 噼里啪啦地从树上掉下来 市民在山上玩的时候就发现 好多虫子掉下来 所以大家都知道它有非常严重的生态问题 但是从杭州这次烧山 我们管这个方式叫烧山 从这个烧山之后 基本上这种烧山的方式在全国的大量的景区里就蔓延开了 后面这三个包括比如说厦门的 青岛的 还有深圳的这几个城市照明的建设 它们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 就是它们都采用媒体立面的方式 所以媒体立面就是说大一会儿把整个城市的建筑物表面都贴满了LED的光源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大电视 我们晚上就不用再看夜景了 不看城市 不看建筑 我们就看电视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照明方式 这个方式基本上在这几个城市的带动下 当然最早是在2013年 是在江西的南昌最先出现的 在之后这几个城市带动之后 现在从中国从一线城市到八线城市 大概都会采用这种方式 这几个大的城市建设它还有都有一个背景 比如说杭州它是G20峰会 厦门是金砖 然后青岛是上河峰会 深圳这一次是改革开放40周年 它们都有大的国家事件的背景 所以我想提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这种照明建设它是为国家事件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 如果它是为市民生活服务 它是市民生活需要的方式吗 不管它是国家事件也好 为市民生活服务也好 是不是非得采用媒体立面这种方式 难道没有别的方式可以选择吗 还有我们明知照明里面存在一些严重的生态问题 我们为什么可以假装不知道呢 也有例外 比如说上海在2018年底做的这一次照明 整体的外滩的照明改造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例子 整个虽然它也做了一些动态 但是它整个还是用了一个比较传统的 用投光的把建筑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问题就是为什么上海就做得比较好 我跟很多包括上海的朋友都沟通过 他们可能非常直觉地回答告诉我 就是说上海的领导比较好 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 我就上网摆读了一下上海的领导 我发现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也不是都说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领导到了上海就变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把刚才提到所有问题总结一遍 为什么日本做得比较好 能不能跟日本学 是为国家试剑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 是市民生活需要的方式吗 为什么是这种方式 面临着生态问题 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 为什么领导到了上海就变得比较好 这些问题我们总结一下就发现 它不是照明行业自己的问题 它是今天我们中国的各行各业 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角度都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把这些问题罗列到之后 我本来是妄图今天跟大家 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然后我在脑子里捋了一捋之后 我觉得算了 咱们还是聊点别的 我想还是秉承一席交给我的任务 我们聊点比较具体的 所以我今天正式推出我的讲的主题 就是我们聊聊什么样的夜景是好看的 然后我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日本在每年都会有一个叫做幻觉大赛 其实叫做视觉幻觉大赛 或者叫视觉误差大赛 比如说这个例子左边这个小箭头 你怎么转它箭头都冲右 右边它换换角度 它就揭示出了这个东西形态的本质 所以我当然不是在这儿要更加谈视觉幻觉的问题 我是提示大家 就是一般大家人会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东西 但其实你看到的不是那个东西 你看到的是那个东西上投射出来的光线进入到你的眼睛里 所以你看到的是光线 不是东西 大家把那个注意力放到光线上来 接下来我得讲点知识 因为讲专业不好意思 讲知识不是我的长项 我不是很确定我讲得对 接下来被一些专业人士看到之后我心里其实没底 我想我从业二十年基本上没出什么大乱子 我猜我讲这个知识还可以 咱们先讲一下人眼的基本的形成视觉的过程 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光线 然后进入人眼 进入瞳孔 然后经过人眼之后这个光线投射到视网膜上 这个视网膜形成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传递给大脑 这就是基本上形成视觉的一个机制 我想大家都了解这一点 比如说这个小苹果 我画得不好 这个小苹果待会会觉得它是个苹果 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光影关系 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苹果 经过刚才的提示 我想大家能够理解 其实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亮度和色彩 关键是进入人眼前面的这一部分 就是光线 光线是形成你视觉的真正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重点讲讲亮度 什么是亮度呢 亮度就是大家以为的那个亮度 但是这个亮度它是一个科学概念 它是一个物理量 它有单位 是卡拉米 平安米 或者叫尼特 不要紧张 这个不重要 这个亮度既然它有一个值 这个亮度值它是越高 亮度越高 看起来就越亮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不是 比如说我们看这两个场景 这是大家熟悉的生活场景 左边是白天我们看着这个汽车的头灯 这头灯是开着灯的 白天我们盯着这个头灯看肯定没问题 你就趴那看都没问题 但是晚上你绝对不能趴那看 这个头灯的亮度是十一万 这个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比如说晚上比较暗的环境 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咖啡馆 很舒服 我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很刺眼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挺亮的 但是不难受 看着 这个亮度都在十以内 也就是一般是二到三 三到五 就在这个水平上 所以十一万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亮度 这就说明什么呢 我们形成的视觉亮度的感受 它不光跟亮度有关 它也跟别的有关 所以亮度其实它被分成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光亮度 一个叫做适量度 光亮度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物理量 它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下面那个适量度它是一个主观感受 就是我们觉得它亮不亮 那么适量度跟什么有关呢 刚才有了那个例子之后 我相信大家就能理解 它还跟亮度对比有关 它跟环境有关 我们讲讲什么叫亮度对比呢 这个亮度对比是我们今天推出的最后一个概念 大家不要紧张 这个亮度对比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见左边这一块环境 整体上来讲它有暗 有亮的地方 我们把中间这一块比较亮的地方我们定义 这个完全是定义的 定义出这个区域我们把它叫做对象 这一部分的亮度叫对象亮度 它的周边就叫做背景亮度 亮度比就是对象亮度减去背景亮度除以背景亮度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象亮度是10 背景亮度是1 它的亮度对比就是10减去1除以1 也就是9 这个概念作为我这样一个数学基础不好的人 我都挺讨厌的 明明是10和1为什么对比都是9呢 10比1多好 所以大家也不要在意这件事 它是10比1也行 它是9比1也行 这个不重要 大家伙就基本知道了什么叫亮度对比 刚才我们提到了高亮度 低亮度 高对比 低对比 这种典型的组合带来我们生活中的感受是什么呢 比如说左边第一个叫做高亮度高对比 比如说我们白天看太阳 白天虽然天很亮 我们可以看车灯 但是我们不能看太阳 因为太阳实在是太亮了 所以即使在白天它只要是一个高对比 我们还是看着不舒服 看不了 第二个叫做高亮度低对比 就是我们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白天可以看车灯 它虽然也亮度很高 但是它的对比度不高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 第三个叫做低亮度高对比 在一个黑暗环境里 我们拿一个手电筒把它调到最暗 然后对着你的眼睛你也受不了 虽然那个手电筒的亮度其实很低 但是因为它的对比度很高 所以你也受不了 第四种叫做低亮度低对比 这个照片拍不出来这个场景 但是生活经验我们有 比如说晚上我们起夜上厕所 只要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头这个窗户不是彻底拉上窗帘 伸手不见五指的话 只要有一点外面的路灯光套进来 或者有一点月光 我们睁开眼睛下地就去厕所 肯定不会找错 而且一定会准确地坐在马桶上 这些都不成问题 所以实际上在低亮度低对比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东西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跟瞳孔有关 瞳孔的基本机制就是说 当我们受到光的刺激的时候 强光刺激它就收缩 弱光刺激它就会慢慢地打开 就说明像最后一种情况典型的就是 当我们闭上眼睛睡觉了以后 一个黑暗环境 瞳孔彻底打开 所以它的进光量非常大 所以你这时候睁开眼睛 它还是什么都看得见 所以瞳孔是我们解决视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要再提醒大家一句 因为瞳孔在放大的时候 它的周围的肌肉是放松的 瞳孔在收缩的时候 它的周围的肌肉是紧张的 所以即使在一个高亮度环境 你可能觉得挺舒服 你在这个环境挺亮 但是因为它受到刺激的瞳孔要收缩 所以你在一个高亮度环境里面 即使你觉得它挺亮 挺舒服 但是你的瞳孔 周围的肌肉是紧张的 你还是会疲劳 所以高亮度环境一样会疲劳 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高亮度 高对比 低对比 多高算高 多低算低 有四个最重要的亮度比值 左边第一个叫1比20 1比20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眩光的边界 眩光大家能理解 就是那东西特刺眼 比如说现在上面那个灯照着我 我抬头看一眼它就是眩光 它跟周围环境的亮度比超过了1比20 所以这就是非常不舒适的 它不仅是周围的东西都看不见了 我基本上看不见你们 而且它对我形成了不舒适的刺激 这就是眩光1比20 超过1比20人不太能接受了 1比10就是说这个对比很强烈 但是我还看得见周围的东西 这个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 1比5是通常我们认为一个比较美的对比 就是有强烈的对比 但是不管是重点还是周围的环境都能看得比较清楚 1比3是一个能够识别对比的边界 就是低于1比3我们基本上不大能分得出来它哪个部分亮哪个部分暗了 比如说一般演播室它的灯光要求就是要控制在1比3 它不太希望通过明暗来形成对比 它是用色彩来形成对比 所以这就是我们基本的亮度关系和对比关系 所以我在这帮大家再回忆一下 在1比3到1比10的这个范围内是一个舒适的范围 通过刚才的这个讲解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明白了 而且你们已经比绝大部分赵明设计师都更专业了 所以在低亮度对比 也就是在1比3到1比10的这个范围内的情况下 低光亮度也能获得高式亮度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亮度可以不高 但是它只要对比低 那你看上去你感觉还是挺亮的 这个大家我相信都理解了 然后举几个例子再体验一下 比如说这是罗马的祖国祭坛 很多人都去看过 祖国祭坛它类似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 它是国家象征 这是我自己在现场拍的照片 这个比较真实怀缘了视觉感受 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亮度值 比如说它最亮这个位置 它大概是10 这个亮度值是10 下面稍微暗一点的区域 比如说这个区域它大概是3到4 那么再暗一点下一个台阶可能到2 左右 回忆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1比3 1比5 它大概都在1比5范围内 在1比5范围内 大家看看是不是形成这种亮度的差别 有重点 有非重点 有这种形体的塑造 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这是旁边 还是祖国祭坛旁边的图拉征广场 图拉征广场那个基工柱 这个位置是它的最亮的位置 才1.5 记住这个数 然后再比如说还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它前面的这条街 这个位置它的亮度值 比如说中间最亮的那个位置 最亮的那个大教堂 那个群顶下面的位置 大概也只有3 那么再低一点了 比如说在1.7 再低一点 再0.几 所以它都是在1比5以内 甚至在1比3以内 这些都是非常美的夜景 可以让我们相信这个亮度和亮度比能够创造出好的一个夜景 那么看看不好的 比如说中国的杭州 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活儿 就是杭州刚才提到了 杭州市的城市照明的总体规划 这个工作它有一个背景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杭州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照明的建设 而且当时全国一片好评 说杭州引领了当时中国照明的 但是其实当地的一线工作的主管的领导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 就是这个照明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 以及以后进一步建设改善的时候要怎么办 所以他们非常期待一个照明规划能够指导他们的工作 比如说它的问题是什么 咱们从这两张图上就可以看出来 上面是西湖的几个自然景观或者人文景观的方向 下面那个是东岸的城市的那个方向 当时这个城市的照明它基本上受到东岸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东岸是城市中心 亮度非常高 西湖周边的其他的建筑照明 它的亮度上它必须去追那个东西 否则就看不见了 它整体的呈现是很差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出来它非常片段化 你不管是看到雷锋塔 那边是城隆庙 那边是断桥 包括当时就已经把那个保石山都已经烧了 都看得到 整个城市的整体的照明是非常片段化的 高亮度比 然后它的每个建筑的单体也是这样 它也是高亮度比 它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的呈现 它也没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都呈现出来 创造一个层次都没有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有限的调研范围内 我们至少拍到了31种路灯 在2009年之前的杭州的城市照明建设 那时候领导都强调说一路一景 一路一景就是要求每个路的路灯都长得不一样 这个带来的问题不仅是景观上的问题 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维护的问题 就是30多个路灯意味着可能是30多个厂家 30多个厂家有大有小 有些厂家这灯坏了的时候这厂家已经倒闭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维护 所以其实一线的工作者他是觉得这些问题他都是知道的 而且他非常希望改变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我们来着手做这个城市照明规划 在2009年我们做这个规划之前 其实从2007年到2009年杭州做过两次照明规划 但是它都回避了这个城市照明的根本问题 就是城市中心东岸在西湖东岸 它和西湖在一起 它在那个规划里面它讲东岸是城市中心 它应该是高亮度的 动态的 现代的 活力的 这边是西湖 西湖它就必须是人文的 历史的 安静的 静态的 但是他们明明在一个物理空间里 他们怎么可能这样相处呢 但是之前的那个规划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它不谈这个事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视杭州照明的问题 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照明需求 其实就是照明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杭州的城市建设在照明领域里的问题的延伸或者呈现 杭州的城市建设的问题是什么呢 从49年以后杭州有这个城市规划开始 杭州的规划就很清楚 就是西湖周边的建筑的高度不能超过25米 25米就是周边的梧桐树的树梢的高度 也就是说在西湖的周边不能够看到建筑物超过树 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 但是历次的城市建设都不断地违规建筑物 所以我们要面临就是这么一个现实问题 我们必须得认识到这个问题 不能把这个问题躲过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杭州的西湖照明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分析一下杭州的西湖景观的价值 西湖景观其实首先它就是完整 你站在西湖边上你看见一个很大的场景 自然景观的场景 然后多层 多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能看到好多层山 你能看到好多层云 杭州有一句大家流传的话就是叫做 晴西湖不如雨西湖 雨西湖不如雾西湖 也就是说杭州的美它不是那种蓝天 绿树 红花什么的 它要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人文化的那种灰调子 比如说这张照片它不是一张黑白照片 它是一张彩色照片 但是在一个比较有云有雾的环境里的时候 杭州就是这个调子 所以我觉得赵明也应该去追求这个目标 就是把它的完整多层和灰调子呈现出来 带着这么一个目标 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物理环境里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空间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我们用时间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做西湖时段 每天的日落到晚上八点钟之间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大概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西湖时段 这个是太阳下山了自然光的天光 蓝光还存在 然后最梦幻的一个时段 在这个时段里头 我们希望整个城市的照明 以完美地呈现西湖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为目标 比如说左边这张图里面 这些黑块就是在这个时段里头 整个杭州只有这些区域或者建筑可以做景观照明 其他都不许做 在这里面我们也提出来一个亮度关系 天空是亮度一 背景亮度是亮度二 然后重点亮度是亮度三 我们规定它们的亮度台阶都是在一比三之内 也就是说一比三比三 也就是说建筑物最亮的也就是天空亮度的十倍以内 天空亮度一般都是低于一的 建筑物最亮的亮度大概也就是十以内 十这个概念大家其实刚才已经知道了 罗马的那些最重要的建筑的亮度也不过就是十 所以十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个规划的重要的想法就是 把整个城市的路灯整合成三个系列 分别分为西湖区 传统街区和新城区 按照这三个系列来做灯具 在西湖这个区域里我们提了一个非常严格的防线光要求 就是说在西湖的船上 在水面的船上看周边的路灯必须不能看见发光面 尽可能减少路灯对景观的影响 规划思想都做好了之后 其实跟他们一线的领导沟通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大家有的很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就去给市委书去汇报 我们在那天的会上 甲语双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场面一度十分难看 当然我们这个规划就不可能被这个城市接受了 在之后的建设到今天杭州的照明建设还是基本的状态 高亮度比 片端化 烧山 以及在前堂江那一部分也继续做媒体理念 这个就是我们举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不好的例子 那国内就没有好的照明吗 那其实也还是有的 这个讲几个我做的 这个是我们去年完成的 在长春 我是长春人 维满国务院旧址 现在是这个 后来就是白球院医科大学的基础医学楼 我小时候上学的那个地方离这儿就是步行两三分钟 所以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几次 这个楼里头因为是基础医学楼 所以它里面放满了各种实体的 包括人的 各种器官的瓶瓶罐罐 那时候我觉得太刺激了 经常来看 包括这个庭院里头有好多解剖完了的青蛙扔在地上 然后我们把它捡出来觉得太刺激了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有毒啥的 所以我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其实真是怀着非常深厚的情感来做这个设计 那么我们看看树枝 它美我就不说了 我觉得它一看就知道它美 然后它的树枝 比如说中间最亮这个位置大概是20 这个罗马那个最亮的位置是10 我们比它亮一倍 我刚才忘了说了一个数 杭州的雷锋塔的亮度超过500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是我们这个亮度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然后我们这个亮度最亮的地方是20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 比如说是从8到15 也就是整体这个区域的亮度大概也是10 那么再低一个调子 比如说到右边的位置到5左右 再低一个调子到1左右 所以其实也是最高的亮度比在1比10以内 一般在1比5以内或者1比2 1比3 所以我们看到它就是美的 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数据关系 所以包括它在一个路灯高亮度的映衬下都没问题 大家有机会去长城看看 如果这灯还存在的话 照明是一个很幻灭的事 说没了就没了 这是路灯整体的一个照明效果 这也是我们为那条街做的设计 在这条街上它中间有一个绿化带 我从小一直在这玩 这个绿化带里面 它有一个通长的两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城市空间线性的 在这里领导当时希望把整个绿化带照得很亮 他希望在城市之中都看到它亮 然后我们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个设计 就是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桥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桥 它是一个有拉锁 有预应力的这么一个桥 做成桥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的粒杆和粒杆之间间间距尽量地远 然后这个结构看起来尽量地轻 这样对景观的影响尽量地小 很多人说桥对景观造成了侵扰 我觉得客观地讲我也知道它对景观有影响 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比如说在这种景观里头 如果要把它整个都照亮到出现的情况是 树上全是灯 地上全是灯 到处都是灯 而且这个林子里头基本上是油松 就是一种很难被照亮的树 它本身反射力特别低 要把它照亮 而且视觉上没有不舒适 没有炫光 而且它能够被整合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里头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经过反复推敲的一个理性分析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它是近几年在中国照明设计里面非常有独创性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说一个就是我们做古剑的一个态度 我在05年的时候做福子庙 南京福子庙 大家现在去看看 非常不好意思 还是那个样子 当时我就把很多灯也像其他人一样把那个灯装在屋顶上 那次装安了之后我就追悔莫及 后来在心里暗暗发誓 以后哪怕是彻底失去工作 我也不要再把灯装在屋顶上 所以后来我们所有的古剑的传统形式的照明 不管是真古剑还是假古剑 我们都坚决不把灯放在屋顶上 做个比较 比如说右边这个是西安 我们不做审美比较 审美是主观的 咱们做客观比较 这两个照明方式它的区别是什么 它根本的区别是左边这个是灯具不上屋顶 右边是灯具上屋顶 它带来的进一步的影响是什么 左边的不破坏屋面 右边一定会破坏屋面 有人说灯具上屋顶 但是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 所以我们不会破坏屋面 这绝对不能相信 然后左边这个便于维护 因为我这个灯是在下面投光 很容易去维护的 如果它坏了也好 调节也好 但右边这个灯是在屋顶上 这个屋顶是随便上得去的 所以一旦坏了这个很难维护 用灯少造价低左边的 左边这个一个屋顶可能用六个灯八个灯就解决了 右边那个捋着瓦笼来 你数吧 有多少个瓦笼它就有多少个灯 所以它一定是很多倍于左边的那个灯 所以它造价一定是高的 所有前面的这些就决定了 左边的这个运营维护的费用一定是低的 右边这个运营维护的费用一定是高的 所以这就是灯具不上屋顶和灯具上屋顶的 它的最理性的一个客观的差别 另外一个就是亮度比可控和亮度比不可控 我左边这种投光方式 哪个位置我想亮想按我能控制 右边这个屋檐的亮度是不可控的 因为灯就趴在那个屋檐边上 那个出光口紧挨着那个屋檐 所以那个出光口那个位置 这地方一定是非常亮的 它想让它按下来它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美 但是它也没办法 然后再讲一个就是我们做的四川的自贡 我们在自贡做了12年 从07年做到19年 从它的城市规划开始 照明规划开始 然后到单体 到街区 到18年我觉得自贡 我们做这个照明 我觉得它达到了一个新的比较好的状态 这个状态区别于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照明的状态 就是从这个场景里大家看看 就是它没有把任何一栋楼 非得当成一个照明对象做成什么样 在我们大部分中国的城市目前的状况是说 没有几栋楼好看 没有几栋楼真的值得 非得把它照成什么样 所以我觉得去用光来形成一定的亮度和色彩的节奏 其实是更有价值的 而不是非得跟哪个楼较近 说这栋楼要做成什么样 而且自贡这个城市特别好的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大拆大建的这种方式 城市更新的时候 它都是有机更新 一点点改 一点一点建 所以我们跟当地的建筑设计院长期的合作 他们改一栋房子 我们就配合它改一点灯光 然后整个街区去一点一点地改 所以整个视觉的舒适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自由路当时的情况 所以比较一下左右两个状态 其实很清晰 我觉得左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 右边是适合人类偶尔嗨一下的 这个是不同的生活环境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大致的全部的内容 然后最后我想做一个小实验 为了让大家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能不能咱们把灯都关了 能关的尽可能关了 包括照我的灯都关了 然后大家现在就盯着前面这个画面看 这个基本上就是西湖的照明的现状 大家盯着看一会儿 好 现在大家把眼睛都闭上 配合我一下 大家把眼睛都闭上 闭上之后最好甚至用手捂上尽量地把这个光给屏蔽掉 过一会儿我就做一个操作 就是我会把刚才大家看到的比较亮的那几部分的亮度调低 一席的同学会给我作证 就是我肯定没做别的手脚 接下来的时间就只能一分一秒地过去 目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句 其实我想听了这么多已经了解了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瞳孔处在黑暗的环境里 瞳孔会慢慢地打开 也就是说你整个眼睛的近光量会增加 过一会儿大家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可能看到的会不一样 和你刚才看到的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通过一堆废话终于熬过了大致一分钟 本来我还想给大家讲个笑话 后来我想讲笑话可能会影响情绪 我希望大家带着一个非常平静的心 睁开你们的眼睛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睁开眼睛看看 有没有感觉很不一样 你是不是看到了很多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讲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感受到 不是光线越多看到的就越多 我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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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